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去过海洋世界的小伙伴们对水族馆一定都有着很深的印象 因为水族馆里面更像是一个容纳了小型海洋生态系统的大鱼缸 里面有海洋的各种礁石、珊瑚、海藻以及鱼类构成 鱼缸中的世界可谓是美轮美奂了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大的鱼缸 这个鱼缸位于德国柏林的雷迪森酒店 这是一个高约25米直径约有11米的圆柱形水族馆 这个左右八层楼高的水族馆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鱼缸 整个鱼缸里面总共喂养了56种 大约2600条鱼以及大量的珊瑚石礁 为了给这些海洋生物提供更接近自然的环境 还专门弄来了900万公升的海水 并且有专业的潜水员每天进入鱼缸给鱼投食 清洁鱼缸内的废物 据了解 这个鱼缸内部装有一部透明的升降电梯 能从底部一直升到顶部的廊道 可供入住酒店的客人或游客参观鱼缸内部的环境 乘坐在电梯里仿佛置身在了真正的海洋世界一般 由于整个鱼缸是用丙锡酸树枝玻璃做成的 其抗压能力是相当强大的 因此根本不必担心鱼缸碎掉的问题 据悉建造这个水族馆总共花费了约8694万元人民币 一开始很多人觉得不值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个水族馆给酒店带来的收益远高于人们的预料 每天都有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有没有兴趣去参观一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